來我們看第三題 好啦我們講話了 來看這邊 題目說有四個金屬球 然後呢講這個關鍵字把畫起來 有三個是同一種 畫起來 另一個是不同種的 那麼他說要用排水法 還有用天明去測量這個 體積跟質量 請問你哪一個是不同種類的金屬 然後我們哪一個是不同種類的喔 所以你必須要把 加一引進四個東西成什麼 密度算出來 因為最終一件事情喔 如果是存物質的話 密度一樣的話 就是同種物質 你旁邊不要想下去喔 旁邊寫一下 存物質裡面 存物質的 存物質中 密度相同 為同一個物質 所以你必須要把 ABCD四個東西的那個密度算一下 密度一樣的阿 就算同一個物質的 所以 存物質當中 存物質中 密度相同的 為同一個物質 好 就從來看A 來 假的密度是什麼 來D等於什麼 寫一下吧 D等於V分之m 來請問你 V多少 V就是3 質量咧27 所以答案 多少 9 好 密度9 我們看一下 乙的話 就是22 去除以2.5 那是多少 它答點是9 OK 再來 這個 比50.4 欸這個好像59 大概快到9.96 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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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50.4 除以7 大概是7點多 對不對 阿這個大概是 我看一下喔 2.5 去除以這個 我們乘一下吧 我們乘以4好了 這個應該差不多是8.8啦 這個 8.4嗎 我看一下 乘以4 沒有阿 因為乘以4的話 剛好是10 阿這乘以4剛好88 所以應該是8.8沒問題 8.8 然後這裡是7 然後再來看下一個 那個 12 來吧 12分之106.8 106.8 106.8大概是差不多 將近也是8點多 快到9 那很明顯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9 8.8 8.多這種東西 答案 一定會 你開碼就是測量 那有測最後有什麼東西 誤差 但是如果怎麼樣有誤差 如果你是8.9 8.8 或是9 都算合理半圍內對不對 9直接差最多的 7 因為7跟8.9差太多了 所以大家覺得很短 是4 1